这是Jordan,一名西亚图公立学校的学生。 Jordan的教育是由联邦和州政府所资助的, 但亦是由身为选民的理、投票通过的本地Levy资助的。 选民将会有机会思量两个教育Levy的更生, 以帮助学生的成功,如Jordan,教职员、工具和学校建筑。 建议一,教育和营运Levy, 確保Jordan和其他学生由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来取得成功。 例如,增加学校职员、护士和辅导员, 给予特殊教育服务的勃款,教科书和教学材料。 足够的学校勃款,以填补州政府资助和学生所需的勃款分歧。 建议二,更生建筑资金的Levy会。 取代或使八家学校现代化。 提供Jordan和其他学生,固定的教室而不是流动的。 平等享用货室科技的权利。 和一个现代化、安全、稳固的学校。 更生两个Levy的费用为 每一千元的房屋股价-1.95元税收。 之后的费用会再来年降低。 这些Levy并不是新的税收,而是取代现有的Levy。 想知道更多有关西雅图校区的Levy更生, 请浏览www.cialloschool.org.levy. 更记载2月12日投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